在老二上一周年之际,吴丁在曝喜讯,吴家二公子吴律闪亮登场,他还在微博上秀出了一家四口的拳头照片,网友看了就乐了,看着吴律的手势,还是为摇滚宝宝呢。 从小习吴的吴律是标准的硬汉代表,对于孩子也从小就以硬汉标准来教育,在大儿子吴所谓小朋友还是个小豆冰的时候,吴律就教导他要有担当,哪怕弱不尽风,手无腹肌之力都没关系,但肩上应该扛起责任,有担当,相信吴律小朋友也会和哥哥一样,继续接受爸爸硬汉化教育, 成为一个有责任感,有担当的小小男子哈,偏偏如此,硬汉的吴律,却曾被问过这样一个问题,儿子藏大娘炮怎么办,吴律反应特别强烈,毫不犹豫说了五个字,大嘴巴抽他,真是刚铁直男士的回答了,完全能够感受到吴律发自心底的拒绝,话说吴律一直心直口快,说话也是折来直取,从来不怕得罪人。 当年上节目看到某一花美男流行组合时,吴律第一次听说,还问主持人这些人是男的女的,短短几句谈话就在网络上,引发了激烈的讨论,不过吴律心底善良,其实也无意冒犯。 他后来也说,每一个形象,无论是小鲜肉还是暖男,他们的存在和他们荧幕形象,的存在都有必然性,气质是成功的。 而且他也曾说过,不管小鲜肉还是操汉子,衡量一个男人的标准,不光从外星衡量,而是应该从整个男人的气质和责任来看是否合格,男人就该多些担当。 可见吴律也并不提倡,以貌取的人,还是强调人有担当感比较重要,最近大铃子的妈妈邓莎也在节目中聊到了这个话题,大铃子遗传了妈妈的美貌,是个漂亮的小朋友,而且说话半是温柔体现,简直萌话了一众网友。 可是却有朋友不担忧的问邓莎,如果大铃子长大变娘炮怎么办?邓莎的第一反应是和爸爸在一起,大铃子应该不会变娘炮,而且他也觉得,一个人娘炮与否,是看内心是否有一种爷们的气质。 所以在教育孩子方面,他很建议母亲对大铃子太过严厉,害怕大铃子内心变得懦弱,而且更令人感动的是,邓莎说哪怕即使有一天孩子真的变成那样子,那也一定是自己的错,不能改变,就只能接受了。 邓莎的回答,真的是相当理性客观了,而且邓莎丝毫没有居高临下的对待孩子,相反很想和孩子成为平等的朋友,相信有这样一个勇敢坚强的妈妈做朋友,大铃子也一定会更加勇敢坚强。 其实每个孩子都是上天台来的小天使,带着自己的个性来到世界,只要他们内心充满爱,有责任何担当,外星怎样都没那么重要了。